我六岁就开始随习跳舞 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舞蹈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 我现在和朋友合开一家网店卖服装 为的就是能够延续我的舞蹈梦 舞者呢是孤独的 我的社交圈也特别的小 唯一一次谈恋爱也是与自己的舞伴 可能因为彼此太亲近太熟悉 所以经常让我分不清这到底是爱情 还是一种依赖 每天练完舞拖着疲惫的身体独自回家 就好像有个肩膀可以给我依靠 来这儿也是希望能跳出这个圈子 找到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我希望23岁呢就能结婚 并且想要两个孩子 如果婚后有能力的话 希望能够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服装店 好让我的舞蹈梦能够继续下去 我是李璐 如果我来了 你在哪儿 就刺他一胀红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们这帮女人每天在化妆间里都干什么 我跟我眼睛一样小 你的嗓音好性感 跟男嘉宾的声音一样一样的 我的嗓音不行 要是我以后你这么帅的东西 我就不用站在这里了 你也很美丽 很美丽 你要没有牵手成功 我炸人 我不行 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有可能牵手不成功吗 我就对肌肉男特别没有抗准 听到我了 《非诚勿扰》 即将过车 敬请期待 欢迎来到江苏卫视 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非诚勿扰》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来到现场 欢迎黄瀚老师 邓子航老师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 经常跟全球的华人观众打招呼 也经常介绍我们的节目 在全球各个国家收看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大家也可以 能够想象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有人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但是都是华人朋友在看 对吧 看的都是我们通过网络 或者其他媒介 看到的都是我们节目的中文版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也有很多国家的洋人 在看我们的节目 比如前不久 刚刚在澳大利亚 每周五晚上八点半钟 在澳大利亚的SBS二套 就播出我们《非诚勿扰》的 全英文字幕版的《非诚勿扰》 我其实和我的同事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 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我跟另外两位老师 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些玩笑啊 我以为是非常有文化内涵的 也包括 也包括 就是他们怎么翻译的 对吧 我们也很好奇 就是特别想知道这些洋人 他们能听懂我们的这些玩笑吗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翻译的学生 对 你知道这个节目 我们的节目栏目在那个澳大利亚 他们的翻译成什么吗 有人听说过《非诚勿扰》 译成英文 他们老外把它叫什么吗 如果你是谁说的 你是洋人 哦 不 你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 如果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外国朋友 想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有曾经呼吁过 有一些翻译的机构 可以把我们的节目 引进到其他的国家 比如我们很快地 就要播出的新西兰专场 我们也希望 如果有这些翻译机构 愿意跟我们合作地跟我们联系 我给今晚24位美丽的 但是女生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检阅了 我发现今天这一场 新人比较多 我们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 8号 天家苍苍 白鹿为霜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我是来自白鹿的书的艺人 我已经学过20年的感情 现在又是广播电视艺术学 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然后我希望我通过参加《非诚勿扰》 能找到我理想的文质彬彬的男人 中国人 外国人都可以 也希望能够在中国 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欢迎你 谢谢 一个老外 对 把中文都念到诗经了 相当可以 你刚才说找一个男朋友 中国的也行 外国的也行 你说的外国 是包括你的祖国吗 包括我的祖国 你把你的祖国在这儿叫外国 我就是这样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很好 我们也欢迎你成为中国的儿媳妇 好吗 谢谢 12号 我叫李丽娜 来自江苏徐州 是一所职业学校气修专业的专业课教师 我在28岁之前呢 一直是享受那种重心拱越的感觉 一直都没有谈恋爱 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单身挺好的 周围好多男生都在追求我 多好啊 到了28岁的时候才发现 好像已经不行了 我要赶快找一个好男人 把自己嫁了 所以今天我好不容易 才鼓足了勇气啊 站在这里 来寻求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半 同时呢我也想提醒一下 台上的 包括台下的 还没有嫁人的这些妹妹们啊 趁自己年华最美好的时候 赶快找个好男人嫁了吧 不然等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 多尴尬呀 你也不能管 所有人都叫妹妹 据我所知 这个24个里边就有姐姐 比如说24号姐姐 谢谢 谢谢 哎 我想问一下 你自己会修吗 我之前有参加过比赛 就是关于修理方面的 但是我肯定跟那一汽修场的 还是有一定差点 是啊 我也是在想啊 你就是仅仅在教室里黑板上 这么娇娇说 还是真的穿一身公装 满身油污 然后在汽车那肚子底下 那个形象其实 多妩媚啊 你想她要穿一身公装 在那个车肚子底下修车 旁边得为多少人看呢 我本来想用的自己 比你的要火爆 你其实也是打了个折扣 你想想看那种反差 你想说的词是 说说看吧 万一剪掉也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 一旦嫁人和喜爱 没有这些抗月了 你会不会很失落啊 到了这个岁数就觉得 哎 我已经不能再享受了 我应该很现实一点 然后找一个好男人嫁了 所以呢 就是放低姿态 然后站到这个舞台上 希望能够找到生命中 这话我又不爱听了 因为我亲和了 放低姿态才来的是吧 18号 我叫阿里巴 我来自最美丽的国家 是印度尼西亚 我唱着这个节目是因为 以前我跟两个外国人 也是谈恋爱了 然后我分手以后 很多中国人来救我 但是我没找到合适的男孩 所以我来这个节目 我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 合适的中国男朋友 好 欢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18号 阿瑞巴 哎 你说我叫你该怎么叫呢 叫我随便的 我特别想叫你小发可以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叫小发我会觉得特别亲切 好多观众应该都知道 孟老师 他们家的爱犬 叫名字 你不会建议吧 不会 欢迎你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 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他们牵手成功之后 将获得由健康瘦身品牌绿寿 提供的曲线美 幸福爱爱情海之旅 同时 从现在开始到节目结束 登录绿寿商城 注册急送100元现金券 没有和24位女生牵手成功的男嘉宾 还有机会和24位 飘柔爱转角的女生 碰撞出爱的火花 各位做做好准备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我叫终于华 来自山东五一帮 今年26岁 希望今天能够在 《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找到自己的幸福 同时也希望能够 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 谢谢 周玉华 欢迎你 看他对面 24个女生 我就觉得吧 这个男嘉宾 为什么上这个舞台上紧张 什么原因 您知道吗 这个电梯啊 它下面是透明的 这个瘦有点恐高啊 他肯定紧张 不只影装都难 你看你那点出息 这才多高啊 这就恐高了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喜喜洋洋的这小猫啊 24位女生 对周玉华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这有点儿 我觉得这有点儿出乎意料 我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5号 我比较喜欢成熟稳重一点的 所以你刚走出来的那一番话 让我觉得不太那么稳重 所以不好意思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挺稳重 你看这小伙子 26岁的外表 46岁的肚子 多稳重啊 多讨厌他讲的 我挺喜欢他的 我帮你拉票 没有你像你喜欢的人 13号 张老师刚刚讲说男嘉宾的肚子 我也觉得 有点像《西游记》里面的一个人物 然后我就跟你讲 耳术兄吗 我就跟你讲给他唱首歌 你唱个歌 你哭着对我说 童话里故事都是骗人的 我不是你的王子 也许你不会懂 从你说爱我以后 我的天空都亮了 亮了 都亮了 亮了 亮了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男嘉宾 不好意思 男嘉宾 不好意思 男嘉宾 但是她好像说 你这个嗓音好性感 我也是这么觉得 跟男嘉宾的声音 一样一样的 一点都不太差 你也来一段吧 他唱完一段 你要不然来一段 不就二师兄的歌吗 没有 一书奔出了火花 单身同名的纳瓜 我有过人的才华 耳朵大就有福啊 远离师父的浮华 春节香朵白河花 天生九刀耳疼啊 大志若语你懂吗 我就喜欢这样的男嘉宾 说干什么 说来就来 你两个女嘉宾 好 想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 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片子 我叫周玉华 我是一名监狱人民警察 你们见过像我一样 阳光的监狱人民警察吗 对我这个人 还是有点小自恋的哦 不过我的自恋 也不是无凭无据的 上学的时候 我掰手腕 从来就没输过 一顿饭 要吃八个或者九个馒头 并且呢 我做菜做的还好吃 每次我的朋友 都说我做菜做的难吃 但是他们每次都吃过 我的心态非常的好 难过呢 从来不会超过五分钟 追了半年 失恋了 那可能改这个星期吧 如果追了两天 就是表白了咔扫剧了 那啥事没有 当时就恢复了 很多山东小伙子 参加《富城勿扰》 他们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失败 没什么心眼 其实我和他们一样 就是蠢 如果你们说我蠢 我一定会介意的 当然 不要人生攻击我就好 我就是一个 现实版的鲁志生 大智若鱼嘛 聪明的脑瓜 过来能猜好 耳朵大就有福 我这个傻情是很实败啊 想对人会 我确实是个很难的事情 这个社会上 必须得有傻瓜 没有傻瓜 把骗子都饿死呀 我在大学里面 就被骗子两万两块下去 两万多 我一天才挣几十个钱 妈妈挣呗 都不敢家里输 你觉得会闪人有傻福吗 必须的 我就跟你说 我考公元 我压根就没看我书 就是考典品考上了 你觉得这不是闪人有傻福 信不信由你 特别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前我记得 在4号那个位置上 来过一个女警察 好像也是监狱系统的 好像风格也有点像 然后那个更像 更符合她的职业的那个身份 好像经常宣传她们的监狱 是一个特别文明的监狱 你没有肩负宣传你们那个系统 你们单位的这个责任吧 我是来找媳妇的 那我就放心了 临出来之前 单位领导有交代你什么事吗 单位领导说 千万别丢人啊 你要没有牵手成功 假如 我说假如吧 万一没有牵手成功的话 你回去你们领导 那个不会对你怎么样吧 这个 这个 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有可能牵手不成功吧 11号 先生 您好 您说您是一个狱警啊 然后您这么傻又这么憨厚 对不起 请教我们监狱的密警察 好 那那个犯人能跨您吗 您能不能做一个 就是比较严肃的表情 或者您平常在监狱里面怎么样 你以为现在的监狱 都是文明监狱 也就是说 要开始了 我所以刚才问那个话 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那个 这个 这个 马上就启动他那个程序 那个模式了 不是 总得说事实吧 我总不能瞎编吧 反正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工作风格 我比较喜欢用一些 传统的儒家文化 或者说弟子龟 弟子龟 你跟那个在压的犯人 谈弟子龟 他们就学弟子龟 这个 这个我跟你说 可能不熟悉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很熟悉 不熟悉啊 对对对对 你很熟悉吗 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 每个月会去我们那边 一个女子监狱 去做心理辅导吧 也就是跟那个女犯 谈谈心啊什么的 所以我确实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我当时也很惊讶 他们在讨论 该允许这些女犯人 留什么样的头发 原来都要求剪得特别短 但是那个女性嘛 总是比较爱美 所以可以让她们 稍微留长一点啊什么的 然后到夏天几个月里 每天午饭之后还有冰激凌 那个女子监狱 明年还想请我去跟她们 那些女犯人聊聊天吗 如果您要是愿意去的话 她们一定会觉得非常高兴 好 我先替她们谢谢您啊 我们把服务送上门 谢谢 谢谢 6号 我想问一下 就是就领导的指示 领导有没有指示你 什么样的就是24位女生 什么样的女生可以找 什么样的女生不能找 像我这样的石像女怎么样啊 那你能问我 不能问我们领导 很多人都说 找我这样的女生怕hold不住 其实我想说一下 像我这样的女生挺可爱的 我们这种时尚女又时尚 我也觉得挺挺可爱的 吓得了清堂 吓得了厨房 特别可爱 然后那个不要怕hold不住我 请勇敢的来生来牵我走吧 说hold不住你的都没有 像孟老师这份自信 把我扯我干什么 好 再看下一句 其实呢我的初恋是一段传奇 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三年 很开心很融洽 但是呢我们俩其实是有点亲戚的 就是我的父亲跟他的爷爷是亲兄弟 他还算是我的侄女吧 但是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 所以我们之间并无血缘关系 并且呢我自己对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介意 但是呢到最后 因为我们两个家庭都比较保守 还是分手的 工作之后呢也向过一些亲 其中就有一个女孩和我相处了 没几天就和我提出 要让我要我父母的钱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我挣的钱可以给你 因为我本来就是挣钱给你花的嘛 可是我觉得父母的钱 就是不能碰的 因为都是养老金啊 我觉得现在 所有的紧张的婆媳关系 问题都出现在老爷们身上 其实呢老爷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和魅力 就没有什么毛病了呀 我最考验的男人就是窝子碰的 在外面是疯 风势子回家哼起来了 像我这样在外面谁都不敢欺负 回家一定会得第一媳妇百亿百亿百亿 非常危险 因为我们单位单身的男同胞特别多 所以说我们的领导 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择五官 要身体健康 要善良 会持家 不要像我这么蠢的 要精明一点吧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越漂亮越好 我还是很赞同我们领导观点的 在我的观念里呢 两个人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在一起 不需要一个去死命的去追另一个 但是呢 我现在还是没有女朋友 范围老师 能解决一下我的困惑吗 人家都说山东人实在 这个是一个例子 来的大多数男嘉宾 都是想向我们证明 我多有思想 念过多少书 多有经验 多有本事 他老是强调 不要像我这么蠢 没觉得你有这么蠢的 要不然给你一分钟证明给我们看 大致若鱼 你们懂吗 他刚才说的一些家庭的观念 我觉得都很正统 我特别地赞同 就比如说就是不要像 尽量不要像父母开口要钱啊 这一些 我觉得男嘉宾这一点 真的我非常的钦佩 您是现在已经完全 会反馈父母的那一种吗 必须得反馈父母 要不然挣了钱 不不不 也不是全部都反馈啊 那你媳妇给他留了多少 他一点都不少 说一句话 那个马上就知道 漏洞在那儿 前前后后他都得考虑到 再说一遍 你的工资拿来怎么安排 就是给父母留一部分 然后剩下的双胶媳妇 留 留 留多少 父母要多少 你 你是 那你父母一般跟你要多少 他肯定在讲 要看我女朋友跟我要多少 看自己的心意吧 听良心吧 好吧 4号 你觉得如果出现婆媳关系的话 主要问题是出在男生身上 那我想问一下你 如果你以后发生了婆媳关系 你会怎么样处理 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将来成为我妻子的人 想和我妈产生矛盾都难 是吗 我妈是一个特别开明 就是和我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我每次给我妈打电话 都可以在30分钟以上 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 这个男孩子嘛 一定要有 我打断你一下 你说你妈是一个多么多么好的人 我每次跟我妈打电话 都能打30分钟以上 我在想如果是一个女人 她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这男朋友每次跟我通电话 也能通30分钟以上吗 我给女朋友打电话 一般能一小时以上 那就说 那就好 希望你保持每个电话 都能一个小时 但哥们儿我觉得你这么说 其实证明你还是不会处理婆媳关系 为什么呢 天下每一个男孩都会说 我妈特别通情达理 特别好相处 但真要相处起来 不那么容易 她刚才说那段话 我就说 不是因为她不聪明 是因为她没有经验 对 有点经验你就不会再讲 哎呀我妈妈特别好 我妈妈多好 谁别想跟她有矛盾 那话其实就是 谁跟她有矛盾 谁就是天理不容 不不不不 其实我妈就是挺好的 谢谢 我给你传授一点 和其相处经验 这都是过来人 对 明白明白明白 我跟你讲啊 其实我妈不好相处 我跟我妈就老有矛盾 但是我妈跟我媳妇出色好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就是不得证嘛 就是一点 我经常两头撒谎 就是我妈说我媳妇的时候 我就跟我媳妇夸我妈 我媳妇说我妈的时候 我就使劲地夸我媳妇 你知道吗 你不会哪天记错了 刚好传错了吧 孟爷爷 郑老师的母亲 看不看《非诚勿扰》 她已经 她从来不看 没有 她已经把两边都搞定了 她自从到我们节目之后 她就不让她太太和她老妈 看我们节目 因为她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 明白那两个 所以自从《非诚勿扰》播了以后 我把我们家那个江苏卫视给消掉了 一方 其实我挺受不了你们这种男人的 就是那种对女朋友摆衣摆顺 然后出门拎包回家刷鞋的这种 对于你们这样的人 我想说一句话 等会儿出门不拎包 你们摆衣摆顺吗 是吗 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请带我走吧 如果我那个可以带走吗 他流动费后他当然可以啊 你说话要算数吗 看你表现啊 来 好 来 记住了啊 看 看下一条 看下一条 之前呢 看过很多期的《非诚勿扰》 很多男嘉宾爱好潜水 带车 拿油铁 他们都是高富帅嘛 却非要说自己是屌子 他们都是微屌子 这才是真屌子 之前呢 有警察参加《非诚勿扰》 我是在网上看到网友 对他们的评论 非常消极 有一些评论 是对警察的攻击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 侮辱警察这个职业 警察也是人啊 警察也要找对象啊 像我们这么帅 一定要来《非诚勿扰》 非常感谢台上的各位女嘉宾 能够留得到现在 既然我们哥俩上来了 露了把脸了 你们就可以安心变灯了 但是在变灯之前呢 我想重重地介绍一下 周一华这边的同志 嗯 希望他胸怀特别大 哦 敢想敢干 晚上有特点 哦 呼噜 那呼噜打的 那就是一个刺牙咧嘴 翻天亮着 希望对我们哥俩感兴趣的女嘉宾呢 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也可以通过周一华同志的邮箱联系我们 其实我做到密码了 啊 1号 你为什么骗我 因为他朋友刚才说啊 说让灭灯 然后他就灭了 他那个朋友说你穿灭灯了 听到没有 你倒霉倒霉在你俩同事身上 我想到来的时候 这个他们录的时候 我没捞着看 之所以不让我看呢 就这样 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俩一出场 你要不灭灭灯那太怪了 你回去跟他们 你回去跟他们 还打算来往吗 我很高兴有这么一帮兄弟 好吧 那个小伙子第二段片子里 问了我们三位一个问题 那个 没有 他问了你们俩一个问题 那是三位老师 然后我就闹闹 我回答一下吧 小伙子也没牵走 我女孩总要给人问题一答案 为什么像你这么好的小伙子 还没女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看 如果要是从来就没有结交过 很少能结交到女孩 那可能是你的 择偶的观念有点问题 是不是对自己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和自己适合于什么样的人 缺乏了解 如果是总是交往了一段 然后就分手了 那可能是跟异性相处 跟女孩谈恋爱的那方面 有点什么 需要提高的地方 来 谢谢 谢谢您的建议 好吗 谢谢 前面还有飘肉爱转角的女生 哎呀 替我哥帮你 好 谢谢 他问我还要挥手吗 您自辩 自辩 其实我选的系统女生呢 是17号莫怀林 因为我感觉她一直是一个小龙女的形象出现的 而我自己一直感觉自己有点像杨过 虽然没能够成功牵她的手 但是我还是感觉很喜欢她 希望能以后能跟她做个朋友吧 其实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 平时人很和善 尤其是对自己的女朋友会喊温柔 做我女朋友你就会知道的 我发现 但凡来的男嘉宾 特别喜欢对婆媳关系这事津津乐道 讲怎么婆媳关系一定能处得好的 都是没结过婚的 但凡离过婚的男人来 从来不会提婆媳关系这茬 会莫如深 就是 爱说这个的都是没有经验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台上的二十四位华山的同学女朋友好 我叫周鹏 今年33岁 对 我来自广东 周鹏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个同学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周鹏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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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刚说那给台上罚站的二十四位女朋友 什么叫罚站 我非常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含义 没有人家就调侃一下怎么了 开个玩笑吗 开个玩笑吗 是不是 不用那么认真 对啊 我就开个玩笑 不是 我觉得是说说罚站 好像是带点贬义的那意思 对吗 没有没有 我同意22号的说法 开个玩笑 对吧 是吧 这么严肃的一个场合 你开玩笑我觉得 哎 算了我完毕了吧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 也是一个轻松的场合 就是 对啊 求爱不要这么痛苦 我说罚站我觉得 让人贬义那种 大型生活类服务节目 可以有幽默 谢谢 我们男生的事情就很紧张啊 所以 我们在罚站 但是他在被24个人面试 你说这个罚站轻松一点吧 大多数人是理解你 3号 要是我有你这么帅的东西 我就不用站在这里了 你也很美丽 很美丽 我觉得你 他以前有过中国男朋友的 对我来讲你是不一样的美丽 什么不一样的美丽 你解释啊 你的服装 和你那个民族的生活习惯 这又还挺 哼 差不多吧 谢谢师妹 好 来看第一条片子 哇 打雷了 找雷哥去 打雷了 快找雷哥去 打雷了 雷哥雷哥救命啦 来周鹏 就是人称下雨 打雷不怕雷皮的雷哥 我是从事房雷接地行业的 现在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 是帮建筑行业安装 壁垒针系列的产品 2004年 我一个人背着包来到了广州 作为一名销售人员 整天奔波于各个不同的城市去跑市场 那段时间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跟我同时进去的六个同事 因为他们吃不了这个苦 都选择陆续辞职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了 使我终于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胆子 慢慢地我的事业步入了正轨 才拥有了现在的公司 没事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踢足球 因为我非常享受那种 在绿营场上飞奔的那种激情 和流汗的感觉 我有个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拥有一匹 真正属于自己的马 希望能够在蒙古的草原上 策马奔腾 当然如果能够带上亲爱的他 一起在草原上飞驰 那就更完美了 谢谢 谢谢 您的这个职业也是我们以前 从来没有来过从事这个职业的 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 讲两条特别管用的 跟这个您的专业有关的一些知识 给我们否计一下 打雷的时候不要听电话 打雷的时候不要听电话 对 然后这是在户内 户外的时候呢 两腿尽量靠近 然后蹲下来就可以了 让雷去劈那些高个儿 我想说 然后一个人的时候 尽量不要在很空旷的地方 尤其不要打着那个 金属尖的伞 对对对对 像那个就说 我是希瑞一举 啪 给劈到了 11号 您从那个电梯上一下来 就是背面特别像小蜜蜂 然后我还以为是一个 很可爱的男生 然后对女生来是肌肉男 对肌肉男特别没有抗拒力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您说 就是冬天的时候 不是穿毛衣什么的 爱静电 那跟这个有关系吗 那天气干燥 那梳头发也会竖起来 像我这样 我头发也竖起来了吗 我们来过这个男人 说这个晚上是肩儿干燥的时候 他跟他女朋友俩人 扒灯一关 脱毛衣的时候 屁啦啪啦屁啦啪啦 那个静电 跟两颗圣诞树一样 9号 我觉得你的兴趣爱好 还挺丰富的 然后你会骑马 又会踢足球 我觉得这样很好 就是男生锻炼着感到身体 备而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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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广东人 这是广东人 学北京人说话 我还在琢磨备 备而棒什么东西 好 让他期待你 我谈过两次恋爱 第一个女朋友 在她的世界里 很多东西都要用最贵的 比如说插桌子的一块抹布 她觉得最贵的 才能配得上它 后来到了我们 唐欧伦架的时候 她一定要我给她买一辆 20万以上的车 在她的世界里 低于20万的车 根本就不叫车 我希望她能够体谅我 因为她做不到 所以导致我们就不放而散 我的第二个女朋友 她比较作作 每次跟她出去逛街的时候 她看到某一样东西很想要 但是绝对不会让你买 她向我们回来之后 过了几天 我单独把它买回来 包装成一个 精美的小礼物送给她 如果在逛街的时候 我买东西给她 她认为我并没有花心思 去为她做一件事情 时间一长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疲惫 最后我选择了安静地走开 我也去想过几次亲 但是我总觉得那些女孩子 为的目的非常熟 比如说你的房子有多大 是否有贷款 还有你爸妈是不是有退休金 我会反问他们 你的头发有多纯 你是否会哄于发胖 你是否有香港脚 我的理想女生 最好是能够顾家 我不喜欢那种 老是爱攀比的女孩子 人比人气死人 希望这样的她 赶紧来到我这儿吧 二三号 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什么样的 类型的女孩子 有一点小脾气 但是脾气不要太暴躁 不佳 再一个就是 对自我有一定的见解 知道该干嘛不干嘛 那外形方面呢 你说的都是那个性格啊 还有内涵方面的吗 外形方面 只要不影响市容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好像没有说实话 因为你如果要求这么低的话 广州满大街都是呀 你都看到了 我很在乎性格的哦 那比如说 现在24位女嘉宾 你觉得排在前五位的 有哪 哪几个呢 还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你愿意回答吗 我不想回答 你是个聪明人 他要说1 2 3 4 5号 是他就签了 从第6号开始 灯都给他灭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问的 我提问的方式不对 我应该问你 比较喜欢看哪五位呢 这不是一回事吗 告诉你一下吧 个子稍微高一点 但是也不说很高 就1米6以上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单眼皮 1米6以上不要单眼皮 对 如果1米6以下是单眼皮的 女生可以灭灯了 他不喜欢 21号 就是有一个女生 刚刚扮演你 第二个女朋友 亲了你一下 你跟那个女生是什么关系 你是在出处吗 不是 就是如果是很好的朋友 我是觉得如果直接亲上去这个 你那个演前女友的那是 我想 是我们电视台的导演 我们的女导演 为了节目的效果 什么都呼得出去 好好好 被1000多个男嘉宾都亲过了 你说他们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然后就是你说 第二个女朋友会有一点作是吗 对啊 我认为就说 男人跟女人出去逛街 男人买单很正常嘛 你干嘛要搞那么累 然后你看这个东西 实际上很想要 他是觉得买单是很正常 但是我还要更多的 情趣 我还得要你的心思 对 女生可能更注重的 不是这样东西价值多少 或者你愿不愿意买单 可能就是你给他一份 惊喜的时候的这个心思 你花心思在他身上啊 我倒不完全赞同 当然你的话我能够理解 每个人啊 不一样 他的经济能力 年龄 他在不同的时候啊 要求是不一样 你想一想 对于这个物品来说 这个男人 他的经济能力很困难 很难买得起这样东西的时候 这个女人的要求可能是 如果他为我买 就非常好了 只有那些肯定能买得起 他除了你买得起之外 他还要增加情趣方面的需要 对吧 孟爷爷 你刚刚讲那个 这个我超级赞同的 因为我也是这么认为 就是因为男嘉宾你说 你是两个女朋友 然后分别是两种个性嘛 对 但是我是一个人 就结合了他们两种的个性 就是我要贵的 但是我又不说 然后就是要让我的男朋友 来就是去猜透 你见过这么讨厌的吗 如果这样怎么办 有一点点跟我的那个 跟你开玩笑吧 好 我们拍下一条片子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他最大的好男人优点是 他会做家务 不愿把钱挖在追求潮流身上 所以呢 他比较不会打扮自己 他的缺点就是有点小固执 比较坚责自己的看法 不要急 一件事情不能拖到明天 总是令朋友觉得比较难堪 由于雷哥是一个极品的好男人 身为他的朋友的我呢 就不好意思下手啊 就留给在场的女嘉宾吧 谢谢 最后留灯的23号 还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了 好 23号留灯表示他愿意 有一个问题愿意 就是让他离开 愿意表示感谢自己总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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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喜欢比较有内涵的男人 你确定了吗 我走过去了 恭喜你 恭喜男女嘉宾 今天获得了由健康受伸品牌绿色 几个人举片美性 不爱爱情 感受非常好 我没想到终于会有一个新场舞 真的 我很激动很激动 对他一见钟情了吧 很完美 一个美丽 将来我们成了在一起的话 我希望你一管钱 不要让我管 我觉得管心很累 哦 真的吗 对 我觉得你肯定是有一个思路 我们把钱管得很细腻很好 恰恰相反 我是学音乐的 我的理财官不太好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好啊 好啊 我想能够在一年内结婚生子 这是我认为人生中不幸福的事情 那是不是嫁及随机 嫁给我这个吧 对啊 那很好 真的还挺合适的我觉得 男嘉宾很得意 很高兴的 你看他一如小孩那样 我觉得他们俩牵手 是对女嘉宾争取的 男孩开始是有点犹豫 问他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对女嘉宾说的特别艺术 有内涵的人 估计多半 绝大多数人 绝对不会说我这人没内涵 不一定 他这个话说的确实很有水平 周月华那个监狱的那哥们 对 要是面对这个问题 他我喜欢有内涵的男人 他跟他说 我没有内涵 他我 我比 他要说 我喜欢一个比较聪明的男人 他说我比较蠢 恭喜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曾天荣 来自浙江温州 现在沈阳 今年28岁 曾天荣 欢迎你 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曾天荣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2号 我看他走下来的时候 就感觉像一个小弟弟一样 我还是想找一个 可以够我依靠的男人 所以好像他不太适合我 再看第一条 大家好 我叫曾天荣 来自浙江温州 现任某集团公司 沈阳分公司的经理 负责开品牌在 辽宁吉林地区的整个品牌运作 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我经常要去逛街 特别是男女鞋这方面 因为我必须得知道 这一季的潮流 以及整个商场的运营状况 有时候吧 看到喜欢鞋子会拍下来 甚至会买回去 从初中开始呢 我就一直是我们需要辩论 对的一个主力队员 尤其到大学以后 更是经常去参加各种辩论赛 所以呢 以前的我是一个 非常喜欢撑枪好胜的人 在许多观点上 都喜欢与人争个是非对错 直到后来参加了一个中加交流 在加拿大做了三四个月的一个义工 让我意识到 人与人的理解和包容 真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工作以后 经常管理着百来号的女性员工 让我明白到 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和思考问题 真是非常的重要 很多男性呢 看女性呢 可能都是从脸一直看到脚 但我们与职业的关系呢 不一样 我们往往都从脚开始看 我看《非诚勿扰》 这件事我得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你们愿意让他看看 你们穿鞋的品位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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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都出来 还是你要一部分出来 大家能往右边挪过来一点 然后把脚后跟露出来 给我看一眼好吗 好 谢谢各位 一观后感觉 除了个别 我感觉大部分 都还是跟我印象中一样 都是以时装为主 你就说你喜欢的 谁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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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了一圈 你没有一个评价吗 谁的鞋你比较低 让你白看了 其实我对7号还有1号的鞋 我挺注意的 尤其是7号 我注意到您穿了一双 普通跟的鞋子 您没有试过穿高跟的这个鞋子吗 我知道了 但是我平时买鞋都买不到 因为我穿40的 然后我看到好看的鞋子 都是三人九 人家都告诉我 他说 我看了好看的鞋子 我们商场最大码就是39 然后你是做鞋 你能不能够 亲爱的 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把手搁下来 能不能就是有 也有40的 然后也漂亮的鞋子 我估计你喜欢的鞋 会是高跟的 这样的鞋子 很少做到40 否则的话 你站起来1米8 但是如果你真喜欢的话 有机会到广州 我们可以特意定做几双 你有考虑过穿男鞋吗 孟老师 你知道吗 我15岁以前都是穿男鞋 因为我妈只能给我在男装的店里找到鞋 21号有一个困惑吗 就是 你穿40几叠鞋 我没有 我30 36马半正常讲 你看看这两个姑娘长一样高的个儿 是因为我里面有高跟 她是女跟 我感觉21号36马半 她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脚型 都说女人的鞋柜里 永远都缺一双鞋 然后我也经常幻想 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跟衣间 然后里面两排都是 像那个好莱坞女明星一样 一排排的高跟鞋 那男嘉宾是做鞋的 如果以后你的老婆 你会不会给她专门准备一间房间 放那么多的鞋子 我裤房里有4万双鞋子 够挑吗 你的意思是 让你的老婆睡在裤房里 如果 如果她对鞋 每天一督开眼 有这么多鞋 如果您好这口的话 那真可以 20号 男嘉宾的短片里面说 比较喜欢辩论 我就想在台上实现一个愿望 我想跟2号对一下戏 他不是经常一秒钟入戏吗 这一次就演《真换传》吧 2号和20号来是吧 对 好 你们来吧 我为你的女子真多 多得让我心寒 多得让我生气 等等 忘死了 我想了 等一下 20号有你的事吗 有 还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可是皇上 今天在这个寝室 明天在那个寝室 好像不叫寝室 寝宫 寝宫 在这儿 我一早就知道皇上 不属于我一个人 当然 因为你从来没有 我这么喜欢过皇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错 不错 一个住在宿舍里的人 还天天等皇上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段和这哥们找对象 有关系吗 老师 我觉得他们充分体现了 各自的个性 20号 我感觉你真是非常地道的 一个东北娘们 可以这么说吗 你问他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吗 你应该了解我 很懂的 可以这么理解 9号 我觉得他们刚才两个 都表演得不够精彩 我也可以一秒钟入戏 我刚才问了 这事跟他找对象有关系吗 我们要展现一下自己 然后让他来挑我们 这样吧 您能不能让我客串一下 比如说公公啊 皇上啊 各串一下行动 谢谢 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呢 是的 娘娘 奴婢听说要用鲜血染灸 枫叶才红得漂亮 那就赐她一丈红吧 华妃娘娘饶命 奴婢再也不敢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帮女人 每天在化妆间里 都干什么你们在里边 你们在里边弄排戏是吧 演真华 好 好 好 可以了 你欣赏了她们的每个人的表演之后 你可以充分地了解她们 其实还是为你找对象服务的 好吧 再看下一条片子 我认为女孩子呢 就跟鞋子一样 有些女孩子就像 橱窗里的高跟鞋一样 虽然非常惊艳 但并不适合居家 有些女人就像球鞋一样 虽然非常平易近人 也非常舒服 但是呢 总缺少点女人的感觉 最好的女人的鞋子呢 就是一种破跟的时装鞋 既能修饰你的腿型 又不会让走路 成为一种痛苦的过程 非常适合居然做老婆 我理想中的女性啊 不用太漂亮 但是呢 一定要比较简单 比较善良的一个人 最好呢 你的脚型呢 能在36到37码之间 因为很多鞋子 在没有买到柜台卖之前 它都只有一双36的样鞋 我希望将来 你和我能够一起去 其他地方采购的时候 你可以为我去试女鞋 告诉我这个鞋子 究竟舒不舒服 怎么穿 怎么搭配好看 我们的品牌的定位呢 是40岁以上的女性 所以呢 虽然我不能为美丽的女嘉宾 去选一双适合你的鞋 但我绝对可以 为我们的丈母娘 选一双绝对适合她的鞋子 我记得有一期节目的时候 黄老师说 一个人如果很长时间不谈恋爱 那他可能在心理或者生理上 有某种问题 对不起黄老师 我真不赞同你的观点 因为我已经真的四年 没有谈过恋爱了 但是我觉得 我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都非常健康 非常积极向上啊 来 黄老师 嗯 有人吐槽了 你回应一下 是啊 我得回应一下 男嘉宾说 是专门为40岁以上的丈母娘 准丈母娘们做鞋 我以为你要给我挑双鞋 结果是挑了我一毛病 你错误了你 认为错误了观点 我很乐意赞同你 你是一个 看起来身心都蛮健康的男孩 那个话那么说呢 也确实容易被人吐槽 这里面有一个想不想 做没做和成没成的问题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已经发育 身心发育成熟的人 他一直都没有 谈恋爱的那种愿望 你觉得正常吗 或者他有这个愿望 但是他的指向永远是自己 我不是看起来健康 我本身就很健康 其实呢 我觉得 我也很自然 可是我觉得黄老师那句话 说得非常正确 然后我其实我觉得 第二个就是他做没做 有些人他有这个愿望 但是环境不允许 比如说我们上大学 老是说不许谈恋爱 或者有些人自己觉得 我一谈恋爱 就会当我的学业工作 他不谈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就因为这些东西 他一直不谈 你觉得他正常吗 黄老师这段话 可不可以解释 当他把这个话题收回去 认了个小错呢 我认错 我认错 子宫是 说得不严谨 辩论赛出来的 对 我其实是想通过这样 让你多说两句 你展现一下你的辩才 谢谢老师 他掌握的这个 对还可以 一般来说辩论赛 有过辩论赛经历的那些 说句话来都那个 都跟打过鸡血一样的 对方便有请注意 刚才在你的语言当中 有个什么时候 而说话特别快有那个 其实 其实我真的很想看看那个样子 这个你不要听 这个展现这一面 不是给自己加分的 他们是爱你 我是对方 千万别给你 尤其是在女性 跟异性交往的时候 那种特别爱辩论的那样 在女人那边不太加分 对吧 老师我是站在您这边的 是我站在你这边的屁股 8号 今天大多数说的是过 女生的鞋子 那你有没有对男生的鞋子 什么的要求呢 还是一简单 我从这里看不见你穿的是 男生鞋子 你把脚 想个什么办法 让8号看一下你的鞋 我能脱下扔过去吗 你想你可以这样干 这个鞋子吧 它本身是非常休闲的一个版 就像刚才12号说的 一看我就感觉像个小弟弟一样 就是这种鞋本身 它的黄底这种底材 很少会在男鞋用到 比较不太稳重的感觉 就是我看你 也不记得像小弟弟啊 其实你穿的就有一点法 来看他朋友才晚 阿荣这个人呢 在工作中非常大胆细心 生活中非常体贴员工 特别会照顾女孩子 体贴女孩子 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他都能够非常理解 并给予支持 我觉得阿荣是一个 文字笔笔的一个男士 是一个心心细腻的人 阿荣这个人非常会理财 带着我们一起去炒股 可是他绝对不会受寻 很遗憾 再见 今天可能没有表述好吧 但是我觉得无论就是 来到《非诚勿扰》 我就感觉非常高兴的 我觉得华老在他这个年代的人 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一样 我们无论工作环境 还是这个居住场所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他有收一些观点 我觉得不太适合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状态 我希望未来的他呢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鞋子的人 这样呢我们大家 可以有很多的时间 能够一起去探讨这个鞋子 未来的你呢 不一定会有最漂亮的衣服 但是在我这边 我一定会让你有最漂亮的鞋子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333加女嘉宾面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布布告Vivo 智能手机《非诚勿扰》的 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想要真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真爱网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通过我们的现场 报名点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李宇浩 今年25岁 是来自上海的北京人 李宇浩 欢迎你 24位女生 对新上场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李宗好 男嘉宾 你好 就我给你留灯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眼睛 跟我眼睛一样小 其实我眼睛很大的 太太太 姐妹们都知道 在后台我眼睛特别大 然后不知道一上场 为什么就变得特别小 像一条 然后就有网友 经常几个人在一起讨论 哎 你说这13号 上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带美瞳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 哎呦 就她还带美瞳呢 眼睛都小成一条 放美瞳能塞进去吗 但是我觉得其实眼睛小 也挺好看的 挺迷人的 哎呦 其实有一句话是说 小眼有什么 对 习惯就好 我给你留灯 她其实是想等你说 你的眼睛很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理解你的意思 好 来看她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李宇浩 我现在跟我朋友 合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加班啊 工修啊 也都要我去管理 我最大的优点 应该说话比较多吧 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算是至少是话牢吧 大家都觉得我就是一个笑话 我的缺点同样也是话牢 因为有句话说 或从口出嘛 我从小就很喜欢狗了 所以说我在家里面 养了一条狗 偶尔晚上我遛她的时候 突然在外面 跟很多狗在那边玩 有些时候还是挺寂寞的 毕竟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虽然说有狗陪伴在我身边 但是少一个能说话的 所以每天我闲的时候 都不是很想回去 至于不想回家 然后又没有什么事情做 所以会选择去黄埔江那边 溜达溜达 我就是我 一个活泼 开朗 热情 风趣 幽默 踏实的小伙 希望大家能多关注我 谢谢 20号 我就觉得男嘉宾说的我特懂 因为我就是纯北漂 上班的时候话特多 下班回家就自己没有话 就太极端了 上班巴巴巴巴说一天 然后晚上回去就特落寞 我就觉得晚上的时候 就发微博 我觉得自己特别寂寞 你这段话说的那个 顿挫停顿的好文艺啊 觉得自己特别的 糯了 太事了 有时候其实一个人在外地 确实是会因为 就是感到寂寞孤独 一个人很累 所以想找另一个人来陪伴 但是有时候我会想 你因为自己寂寞 因为自己觉得很累 去找另一个人来作为你的依靠 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呢 我觉得首先你这个问题问的 我就不是很理解 你这种理由和起点 在我这边看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 怎么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不好意思 因为是这样子的 就是很多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 因为北漂 然后两个人很寂寞 然后在一起了 但是很容易就闪魂闪离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感觉不太好 也不稳定 有这种现象 对 但是男嘉宾的意思就是说 我寂寞 我孤独 所以我想找个伴 但是我要找个伴 也得是我喜欢的人呢 毕竟结婚这种东西是很大的 你要说闪魂 闪魂我都不说了 你再来个闪离 这谁扛得住我 反正我是躲不住这玩意儿 13号 我也属于话特别特别多的 那个下面我想说一段话 就是昨天加上我一起 四个女嘉宾 然后坐车 从那个吃饭的地方回酒店 一上车 然后一师傅 就是 你是我天边最妹的云彩长 记起来 喂 看电影 啊 孟非 嗯 《非诚勿扰》 明天去看啊 你有票啊 好啊 那明天一见 然后挂了电话 我就开始跟他讲 我说 哎 师傅 你说去看电影啊 然后他就说 哎 不是 我一朋友给我弄了一张 《非诚勿扰》的票 好 我明天去看 然后我就说 哇 师傅 《非诚勿扰》的票你都能有 我特别想看 你能带我去吗 然后他说 啊 我不行 我只有一张票 然后接着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平时看这个节目吗 我特别喜欢看 然后他就说 他说 哦 我平时不怎么看 然后我就说 哦 你知道台上24个女嘉宾里面 谁最漂亮吗 他说我不怎么看我不知道 我说 我告诉你 13号女嘉宾长得最漂亮 长得特别像 Angela Baby那样的感觉 然后他说 哎 他给我打电话 我都不再搭理他的 然后 然后我说 还是给我整张票 让我明天去看看 他说不行不行 然后他说 我还以为我朋友请我看电影 我说你可就知足吧 《非诚勿扰》的票 比你的电影票可贵多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那好吧 那我明天去看看 然后我就说 姐妹们 明天我也带你们去看 一定给你们 都给你们整进去 然后我说师傅 有缘的话 我们看能不能在现场见面 我就特别想 谢谢说 有意思啊 师傅 在哪儿 哪个是那滴哥 啊 真的是你的 这个 这个太好 来来来 把号头给给他 是不是他 对 来来来 我太有意思了 我问一下 他们给钱了吗 给了 他不把我们拉到地儿 还硬要多收我们五块钱 所以我没给他 你要解释一下这个事吗 因为我觉得进去以后 我出的挺麻烦的 所以我就没送到 后来我觉得他们挺要求送到 所以我就送到了吧 但是没女人嘛 就送到是应该的 你说那个13号给我打电话 我都不爱搭理他 对 开玩笑 开玩笑 开玩笑的是吧 我不知道是他 不知道是他是吧 我觉得哥们 你这样出的有意思了 对 确议的太厉害了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我以前看过 我最近没看 你记得的女嘉宾是谁 你喜欢的是哪一个 谁打电话你会 女嘉宾 不要打断他 他说孟非的 就是 我问他喜欢的女嘉宾 他说是孟非的嘛 你还打断他 你继续说 继续说 最喜欢的是谁 女嘉宾 13号 你就说13号就可以了 13号 好为难的 好好好 我最后问一下 你觉得在我们现场 那个气氛很欢乐吗 欢乐 好 谢谢你对我们的评价 好 来看下一条 我喜欢女生的类型呢 就是喜欢那种文静一点的 懂事一点的 这个懂事在我心里面 可以定义为公私分明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孝顺 我还有对我女朋友 有一个要求就是 她一定要喜欢狗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 养狗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虽然说我年纪比较小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些 年龄稍微大我一点的女生 因为我觉得年龄大的女生 阅历多一点 她们比较符合我的 找女朋友的一些条件吧 因为小一点的女生 有的时候 首先脾气真的很大 虽然说我是个好脾气 但是毕竟因为工作的原因 可能我在外面 很多人都会给我起手 两边受气 对于一个男的来讲 其实有的时候很难 我希望我这次来到《非诚勿扰》 可以找到一个我心意的女嘉宾 然后牵着她的手 做完下吧 谢谢 那个我倒是 你刚才那个片子里边 好像我以前也讲过 我觉得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 只要是自己养狗的 在谈恋爱的时候 最好把家里有狗这件事 要跟对方好好商量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狗的 你那么喜欢狗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女孩子 你特别喜欢她 但她不喜欢狗 她非要跟你说 狗和我 你做一个选择 你怎么办 我觉得这首先 问这个问题有很不同的事 如果她喜欢我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不能够 慢慢去接受 不是这样的 好多女孩 就死都不要了 她对狗 比如说狗毛过敏 或者说她就不喜欢小动物 你怎么解决 就是你们真养过狗的人 她一般来说 在她交往的异性当中 特别讨厌狗 和不能接受狗的人 不以泪气 对 不可能成为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兄弟 你知道我为什么 问你这个问题吗 我注意到你这个两个VCR里头 都提到了你特别喜欢狗 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 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人特别喜欢一个宠物 往往是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说 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另一半来想象 还有一种是自我投射 但是我倾向于你是自我投射 你的VCR里头 多次提到你很寂寞 然后你特别希望一个成熟的女性 来照顾你 所以我很好奇你的家庭情况 那么冒昧地问一下 你父母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呢 算挺好吧 他们俩感情很好吗 你说我父母妈妈 依然是朋友吧 我不是刻意地 要打听你的隐私 因为我通过你的VCR 感觉到你好像有点缺少安全感 对不对 就是经常会寂寞孤独 我周围的圈子里面 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属于成双成对的嘛 这个多少少有点那种羡慕嫉妒恨在里面 而且那个时候 有些时候在外面上班也好 工作也好 比较累 有些时候烦心的事情又特多 家里没有狗的时候 就真的是 我宁愿在外面走到两点钟 我也不会回家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把狗 就当成你的一个自我的替身 就是你觉得不喜欢狗 其实就不喜欢你自己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也许吧 好像 应该是吧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这种观念 因为我不会拿我 曾老师把事情搞复杂了 不不不不 我就不会拿我去跟狗去比 你知道吗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这条狗是飞养不可吗 你好 立刻兑现了刚才曾老师的 我给你讲 你没听我刚才问 为什么问男嘉宾这么多问题 真的 男嘉宾是一个很需要别人关爱的男孩 小男生 如果你不能接受他的狗 我真的不能接受他这个人 小时候被狗咬过 所以心里面有阴影 特别恐惧 我家的狗是不会咬人的 特别恐惧小动物 所以你飞养不可吗 是吗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我跟你说 狗就是他的化身 曾老师比个好点了行吗 其实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应该下一句 你确定是要跟我走吗 我连狗都不如吗 好 三个 其实刚才曾子昂问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有点不追劲了 咱们台下的那个女嘉宾 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许有那种 幼稚不常识的女孩子 不是那边说的一句话吗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竟然人家都说这么喜欢狗的 你竟然要嫁那个男嘉宾 而且他特别听见这边诚实 之前就告诉我们了 我喜欢有习惯狗的女生 而且喜欢比大的女生 我本来特别开心 因为我也喜欢狗 我们家养的六个狗 我只听到她说的那句话 习惯比大的女生 所以我赞面灯 但是我觉得 你不能让人家问这个问题 你选狗还是我 我觉得这个问题 有点不太好吧 来 两条片子放完了 你是放第三条片子 还是准备有其他的才艺但是 不能算才艺吧 就唱一首歌好了 我认为那就是才艺 好 来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勇气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最后一个问题 2号 女孩子的想法很奇妙 然后又想当一个经济独立 然后有能力的大女人 又想当男人背后的小女人 然后你对于这个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你要觉得说做大女人来讲 可能有些东西 会跟家里的男生做一些冲突 你要说做小女人来讲 但是有些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 男生还是蛮脆弱的 需要一个大女人来关怀一下 所以这个两者兼顾吧 2号啊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其实没什么好困惑的 为什么 在我眼中 一个优秀的女人 应该是懂得角色转换的 她应该在外面是大女人 回家是小女人 白天是白骨精 夜晚变狐狸精 最后留灯的是19号 她愿意跟你说 如果你愿意过去带她离开 那就无愿意表示感谢这个组织 谢谢啊 前面还有跳舞爱砖角的女生 没的 留步 来 爱砖角有两名女生 来 跟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北京的钟培怡 现在是中医院的一名护士 刚才你那首歌唱到我心里去了 然后觉得你挺好的 你好 我是来自盛州的周俊 我是一名公务员 其实你一下了 我就刚才跟旁边的女生说 你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 话不多说 我觉得你是我的菜 我也是你的菜 我各方面能达到你的条件 好 两个女生 你可以选择牵手其中一位 也可以自己离开 我能问个问题 可以 就因为我首先不接受异地恋 就是你们两个这个地理位置 跟我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说不好意思 那我们去上海 那我 你是要她们回答还是什么 回答吧 回答吧 来 如果她愿意 我愿意在家做全职太太 而且我可以在你们那边找份工作 好 我觉得我一定很明确 还明确的是吧 好 你决定吧 谢谢啊 有人说不要太要了是吧 有 你不认为这些外加弹委员 也不认为你 很明确 你不认为那些 你不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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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很明确 你不认为你 感到不清楚 我现在想想想 感觉他唱歌 面子觉得你好 当时有两个女嘉宾赞前了 我之所以选择 我身边的这位很简单 就是我比较欣赏 和喜欢北方人的性格 再加上这位女嘉宾 其实是属于我心目中 喜欢的种类型 我要是真的选择的话 我可以为她 进行到另外一个城市 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 今天有幸牵了你的手 我想我们去吃点好一点的东西 好吧 我还两句话 第一个是觉得这个 也是这女孩特别能争取 人家刚一说异地恋 她马上就特别说 不仅是她能去 她还替她回答 我们都能去 特别激进 然后还有一句话 我要问曾老师 曾老师刚才说 女人应该在外面是大女人 在家里是小女人 白天是白骨精 晚上是狐狸精 我觉得你说得太好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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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知道黄老师不爱听这话 饶不过去啊 男人啊 在外面是大狼狗 回家是哈巴狗 哎 说得好 说得好 还可以啊 黄老师满意了吗 先这么着地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现场24位女嘉宾 三位老师 大家好 我叫崔涛 来自四川成都 并年30岁 崔涛 欢迎你 欢迎你 您好 欢迎你 您好 您好 这位男嘉宾 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对崔涛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师傅 因为我平时参加的商务场合比较多 我比较留意你上场和孟老师的握手 我觉得你握手的姿势体现了一定的自信和谦虚 我还很少跟人用左手握手 我以为他会把话筒交到另外一只手上 其实刚才我在想 我应该好像男嘉宾离场的时候才会握手 握手 握手握手 来看第一条片子 我叫崔涛 今年30岁 在一家超导核四公正制造企业工作 超导核四公正占全球也只有四家 在全亚洲也只有我们这一家 我现在获得了AIC ALT 以及正在认证中的美国库存管理师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 能达到这样高度的人是非常有限的 年轻人很多时候 是不希望能够沉下来做很多事情的 也就是说他永远是在挖一条沟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一个人要把事情做好的话 他需要挖一口井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在挖井 而且我已经感觉到有水在冒出来了 我是一个非常关注时间的人 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表 然后我的表上面必须会要有日期 因为关注日期和时间 我会把一天的工作或者事情分成几个段 这样的话我会保证我一天的效率是最高的 平时我在家里面的话喜欢养鱼 小鱼太笨 没智力 那就我就养大鱼 现在我想把小鱼拿来喂大鱼 然后我就会去看 就可以发现自然界捕食的天性 鱼从来不会追逐猎物 它只会去突然袭击 那对人的启发来说 你用正确的方法多次尝试之后 你绝对会展成一条大鱼 男嘉宾 我问一下 就是你从事的这个行业 我们万一无所知啊 但是听说你说自己是行业翘楚 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 我们这种水平的人听得懂的 说一下你的职业成就 听得懂的就是 相当于在电视台里面 它不一样会有编排 几点到几点发什么节目 总编室的活 总编室 对 哎 排节目的 几点到几点干嘛 比如说我今天10点钟 我就要看《非诚勿扰》 决定要有《非诚勿扰》出来 我们9点10分不 对 你做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我这个证书来说 前面两个证书还好 但是后面那个证书的话呢 对这个行业的认证是比较高的 我们在很多时候 要降低一个公司的 一个运营的成本 要有供货 供货的话呢 他有很多要把它减 这个事稍微有点复杂的 你刚才已经很简单地说了 相当于电视台排节目表的 对 那你相当于电视台的干 就负责排这个的 就是排节目的 那你 他是江苏电视台 总编室主任 就这样 最简单 这很厉害的啊 3号 其实我也跟那个黄老师 有点懵了 别看那个英文字幕 我都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一下 你说你是个喜欢关注时间的人 而且你每次都看手表 那我想问你一下 比如说你给你女朋友交流了 今天约定6点 在什么哪个咖啡厅 或者餐厅去放 结果他迟到了半个小时 你会翻脸吗 跟他发笔气吗 半个小时 我觉得可以理解啊 没问题 那我就接着问 迟到多长时间你就翻脸了 嗯 两个小时左右 两到三个小时 我就会有点不高兴 这样 有点不高兴 两到三个小时才有点不高兴 对 要是20到30个小时 他就肯定不是愤怒了 是紧张和恐惧了 以为出了什么事 就打电话报几个 没办法 我记得孟爷爷的书里 曾经有写过一句话 就是说他学生时代 也就小学的成绩混得最好 对 我差不多 我没法理解你 像我们这种 我可能智商不太高 没法理解你 就是那个工作是干什么的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你除了工作以外的 你还有什么生活乐趣 我是比较喜欢 接触新鲜事物的人 13号女嘉宾 你喜不喜欢去那个密室脱逃 你应该知道吧 密室脱逃 我不喜欢 太 太考虑智商了 考虑智商了 我不行 还有比方说 欢乐鼓 它有个游戏就是在下面吹风 然后你在那飘 就那个游戏都是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尝试 好高级啊 孟爷爷 我都听不懂 我也一定都没听懂 他这样子 你能不能说个那个 低幼儿童玩的游戏 桌游 多种桌游 桌面游戏 三国傻 杀 对 你要什么都不愿意 就真的暴露智商了 对 杀 杀 杀 这些都可以玩 孟爷爷老师 等一看下一条片子以后再问 大家有个人的追求嘛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 面对这样的选择 因为只有你才能 对你自己选择负责任 按照我现在的状况来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提上日程了 我不会拒绝任何途径 我之前参加过一个晚叶 那那个太不靠谱了 然后朋友介绍 这个圈子有的时候也太窄 按照我们的家族来说 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家族 我们家庭是没有任何一对 离婚的一个潜力的 所以说我就会非常慎重地选择 对女朋友而言 我觉得我希望她能够会外秀忠 然后稍微清秀一些 性格稍微开朗一些 最好年在成都 我喜欢双腿 感觉比较美一些 某个阶段的男性 关注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可能跟年龄有关 现在开始成熟了 这个话题我觉得 经常会在办公室啊 在同事当中啊 会聊到 要按她的说法啊 我发现我从来就没成熟过 因为我从来想到现在 你终于发现了 对 我一直就关注女孩的眼睛 四岁就看女孩的眼睛 到现在这年龄还看 我可能从没成熟过 你自己姓吗 21号 男嘉宾是喜欢看女生腿哪一部分 这个是前提 小腿还是大腿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整体要好一些 整体要好一些 整体来说 就是讲整个比例就是吗 对对 整个比例要好 我听很多男性朋友讲过 是喜欢看女人脚踝那一个部分 我觉得那个部分的线条好 女生就会很性感 我好像还没惊喜到那个部位 还是比较大概 我是在想 你看到一个女孩是会 从下面往上面看吗 现在 不是啊 比方说在远处的时候 你的目光会先打过去 然后的话呢 在整体来看这样 黄老师满意吗 这个回答 这还算正常 我以为是见了人就先不管脸 那就不对 那就找钱了那时候 男嘉宾啊 刚才我看你第二个这些啊 我发现你对这个离婚这个问题上 好像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标准啊 有没有人评价过 你有时候过于死板呢 其实这个可能跟家庭有关系 我的家族应该是比较和谐 以及比较善进 或者说一个和谐的这样子 对 你说我的家族里面 没有一对离婚 他们都没有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整体环境都很好 我觉得这个黄老师的话 这样问听上去怪怪的 人家一般是说 你认为比如说 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他问的是 他们没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对 我觉得他是想说 就是没离婚的原因是 实在找不到理由离婚 对啊 所以我接着黄老师 问一个乌鸦嘴的问题啊 真的有一天 你找了一个女孩 你们真的走到离婚这一步了 你该怎么办啊 哥们 我尽量会去控制 那个您说的那一步 要控制尽量不离婚 尽量不离婚 但是如果实在的话 发生那一步的话 我也不知道现在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们想说表达的意思是 你把离婚的这件事情 看得太重了 看得太重了 谁都希望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 但是因为有很多原因 使得不是每一对夫妻 都能过完一辈子的 但是他们的离婚 尽管是一件 谁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但是真的发生了 没有那么可怕 社会对这个事的评价 也没有你想得那么低 但是黄老师啊 有时候啊 人的这个思维定势 跟他的这个成长环境有关 你像他长在一个 这么幸福的一个家族里头 肯定给他灌输的意识 就是离婚是一件 至少是一件很不道德 或者很不光彩的事 对不对 其实离婚就是一个人生经历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看 我们的离婚人士 没有人结婚是愿意离婚的 其实把话说得再完整一点 离了婚的人也有生活得很幸福 很积极健康的 对 没有离婚的也有很痛苦的 没有过得很煎熬的 你同意这话吗 同意啊 更何况我觉得离过婚的人 可能对待婚姻 我会有更全面的看法 我更应该会知道 怎么样去经营一段婚姻 是吧 如果你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的脸特别好看 特别漂亮 你喜欢的 但是她的脸不是很漂亮 你选择她吗 这个问题 我得具体再看一下 因为 就看那个腿漂亮到什么程度 对 她冲上来 你的脸难看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天一 不许会为了一双美丽的腿 忘掉了她的脸 不会 电影两条腿长得这个脸 太可惜了 她会很哀叹这件事 好 来看她的朋友采访 去到大学的时候 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同学 然后同学家里有什么事 或者是电脑方面 只要她是能够做的 她都是全心全意地 为朋友去帮忙 初期相处的时候 可能觉得这个人比较沉闷 但实际上如果花一段时间 了解以后 熟悉以后 实际上她也是 挺有幽默感的一个人 经常就是出去去自驾游 她每次可以找到地方 她们就是景色又很美 然后人又不是很多的这种 她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她交朋友的档次 非常的高 她能够交到我这样的朋友 这个是令大家非常敬佩的 如果说我要回想身边一个 既努力上进 又体贴顾家的男人 那就是崔涛了 20号有问题吗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5号 20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2号 好 来看大逼方 3个女生的10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下 第9 兴趣二号 好 来看3条短片 心情不好呢 我就会跑到琴方去弹琴 虽然水平不咋地 但是足够她也勤操了 平时在家呢 我还会做一些蛋糕 有的时候会很疯狂的 坐到凌晨3点钟 不过看到我朋友们吃得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很香哎 想不想尝一尝 我也会扛着相机出去拍街景 路边玩耍的小朋友啦 卖早点的大爷啦 牵着手一起走路的老夫妻 这些画面都会让我觉得 生活真美好 我这个人比较宅 在家里看看电影 战争片啊 灾难片啊 口味重一点 像男孩子的风格 我是一个特别不爱运动的人 经常做的运动就算呼拉圈了 我可以一直转 一直转到自己累到不想再转为止 这里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在这里教学生发动机器 检测与维修 那关于车辆保养维修 我都懂 想到我还有这样的意思 想到你面吧 狗们吧 可喜欢施朗颂 大学的时候 施朗颂还得二等奖呢 施朗颂 再别康桥 喵桥的 我走了 正如我 粘巴的来 我得了得了衣袖 不带走一杆的银彩 没了 手上衣棍 咪那炸地 客手上衣棍 咪那炸地 我特别喜欢用东美画唱歌 外地人听是觉得挺好玩的 最后一个位置 一开始觉得我是比较沉闷的人 现在三位的感觉呢 5号 刚才有女嘉宾问过你一些 就是关于爱好 听到那些爱好的时候 就会觉得有些爱好 其实还蛮刺激的 所以我觉得还OK 12号 我认为你在交友方面 当年到现在好像还不太成熟 因为你有很多的限制条件 就让我感觉你好像 虽然你已经有30岁了 但是感觉好像还不是很成熟的样子 徐敏 我觉得你是在那个就是工作中 和生活中相对理性 但是性格方面应该一半一半 好 听完三个女生的回答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择12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 告诉我们决定 我坚持心动女生 好 两位女生请回 到中间最后一点时间争取一下 心动女生自然就是第一眼看中 就是心动 我觉得你是我的心动女生 好 我呢还是想找一个 在你的思想上更为成熟的 我会觉得如果说 你真的是想选一个 步入婚姻的女孩子的话 你应该是更看重内在的东西 就是这个女孩是不是你想要的 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你还不够成熟 你会去看外在的东西 你会去看女生的腿好不好看 你会去看这个女生是不是离过婚 其实婚姻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好多时候是很难说的 所以我认为你不够成熟 谢谢 有点遗憾 主要的呢可能就是因为 我在家庭方面的一些观点呢 因为没有精力 所以说导致了这样的一些结果 12号女生拒接我之后 我感觉还OK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后的过程 如果我抛出了一个认同的关系 对方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话呢 那这样子是达不成一个协调一致的 我希望各位女嘉宾能够通过邮箱 来与我联系 我会给予积极的响应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333加女嘉宾面号发送到 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vivo 只能手机《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真灰 相亲 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真爱网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通过我们的现场报名点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 感谢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 和健康瘦身品牌绿寿 以及飘柔亲情赞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崔涛走的时候呢 其实我当时就想跟她说一番话 李丽娜拒绝她的理由呢 说她不够诚实 我想说的是呢 她除了不成熟之外呢 可能就是 她对人生规划的 不过于仔细 其实人生 美妙就在于 她有太多的意外 太多的不确定 真的没有必要 把你未来的人生 每一步都规划得那么好 学会用更加散淡 更加随意的心态 面对你的未来 我觉得对一个男子汉来说 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 一起到了 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人一步都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不能不进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狠狠摇扰之间 我明亮的说服 早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